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德云女孩啥都会,已经不稀奇了 今天咱们就聊一下她们那些堪称能进入史册的事迹 天津德云社开业期间,在众多忠实粉丝的行列中 有一个小姑娘尤其的引人注意 当时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褂,在德云社的门口整整打了五天的快板 并且打得特别好 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十分难得 据说她并没有受到专业的名师指导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的初心,就在网上看视频,自己一点点的学习 对于如此有天赋的人,大家都希望能被德云社挖掘 让她能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可惜了,郭德纲不收女徒弟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随着开业的结束而沉寂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师娘王会创办的德云古曲社开始招生 而且招的就是女学员 这个在德云社门前打快板的女孩,就是其中一人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子在王 药王爷就在当中做时日的名医 列在两旁是先拜药王爷后拜你 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首年的针 在他表演完之后,郭德纲就问他 我问一下,就是之前天津德云社开张的时候 天津门口打板那是你吗? 是我 小女孩羞涩地点点头 郭德纲当场表示,你下了台别走 让人带他去后台找史爱东老师 让史老师在快板上指导一下他 郭德纲虽没有直说收这孩子 但这意思已经非常明确 主任杨和通对他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让史老师跟他聊了快板的事 因为他特别爱快板 他说他希望他长大之后 也成为一个专业的快板演员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行嘞 刚刚您问他这大褂的时候 我也有印象 这五一开业的时候 他穿了一个蓝色的大褂 他天天在在门口打 对,每天打 我可逼着他了 果然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郭德纲也调侃到 总算逮着他了 去年张云雷成了年度最具突破的男歌手 11月29号是亚洲音乐盛典颁奖的日子 张云雷和他的二奶奶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看法 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张云雷的演出结束后 台下的粉丝们也随之有秩序的退场 给后面演出的演员粉丝留出空间 但是他们退场的同时 还带走了一切的垃圾 还自发的把场内垃圾都清理干净了 场馆门口的宣传海报也全部被一一收回 还冒雨将场外应援街道清理完毕 因为应援的东西多 收拾完之后已经后半夜了 就连保安人员看到丫头们的行为都说 张云雷的粉丝太牛逼了 当了这么多年的保安 从来没见过哪个明星的粉丝素质这么高 这就叫粉随正主 2012年郭德纲带领德云社众人到广州演出 现场也是座无虚席 当时在现场的还有一名怀孕38周的孕妇 她是郭德纲的铁杆粉丝 都快生了 还拉着老公一起去听相声 结果因为段子太好笑 她当时就把羊水笑破了 关键的是羊水都破了 她还不着急 竟然继续投入到相声段子中 到了疼的不行 才中途退场赶赴医院生下一女 段老师 你知道吗 我和你非常的有缘分 是吗 您到广州去演出 我10月份就知道了 我怀着孕 就去看您的演出了 然后我就笑的是人养马犯 骑着马去的 然后我就跟旁边人说 不好意思 我借过一下 我要去生孩子了 估计这一在相声史上 也是头一个 其他的观众都吓坏了 这个粉丝却没当回事 绝对是神人 当时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台上演出的郭德刚 在演出结束后 他得知这位粉丝母女平安 就在社交平台上发了祝福 还张罗着给孩子起个小名 女孩嘛 叫孝宝 孝乖 孝豆豆都行 最后 这位粉丝真的给女儿起名叫孝乖 2015年 郭德刚再去广州演出时 还发布了一个寻人启事 需要当初那个生孩子的妈妈 一家三口来看演出 诚意十足地表示 要是时间有问题 还可以换成深圳战的演出 据说 这个女孩已经认了郭德刚当干爹 德云女孩永远都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大家对此怎么看待呢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